曲目的開場動畫描述電視一路的眼鏡 就在CES前韓國大廠三星所舉辦的The First Look 發表會就是要強調screens everywhere 生活處處是一幕 自信登台 因為三星目前在全球電視市場持續已超過三層市站穩居龍頭 更不用說智慧電視等新領域 以及引以為豪的Q-Late等超高畫質相關技術 只是面對其他廠商急起直追 4K 8K已經快要成為標配的狀況下 今年CES 三星也不敢大意 為了保持在8K電視產業上的領先地位 三星他們這次CES所推出的殺手機 就是我旁邊這一台85寸的8K電視 而且它是做到所謂的無邊框喔 可以看到旁邊的黑線幾乎是不見了 只剩下最底下有一條薄薄的黑線 而這台電視它就做到所謂99%的螢幕占比 而它的厚度也只有1.5公分 但儘管如此 它在音響效果上可是毫不遜色 音響就藏在機身薄薄的側邊 以及背後還有8個喇叭 達到環繞式音響效果 更要搭載AI功能 像是追蹤分析畫面上移動物體 用時間差模擬聲音來源方向 或是搭配音箱創造出交響樂合作的效果 甚至還有這一招 1 誰會搭配搭輪圖嗎 我搭配搭輪圖 我搭配搭輪圖 所以你對你的感覺嗎 聽到環境雜音如果之機 聰明的電視馬上把劇中人聲提取出來效果放大 讓你一句台詞都不露階 這些AI相關應用 甚至於是把4K內容升級8K 都是靠電視裡小小的半導體晶片 而三星在智慧電視的野心 還包括軟體服務應用 像是聯動健康運動裝置 把電視作為中心 所有運動資料都集中呈現 而相關串流的運動課程 今年開始也免費提供給用戶 要打造完整的生活生態系 LyzeL TV就是把電視融為我們的生活之中 而這一系列的商品 三星現在是推出了 Frame畫畫或者是SERIF 而最新的生力軍就是我旁邊 這一台它交到Lacero 可以看到它的造型很獨特 是一台直立式的電視 就像是一盒鏡子一樣 不過我覺得它最特別的地方 是它可以跟手機來做聯動 舉例來說 當我現在要YouTube滑影片的話 可以看到我選擇到我想要的影片 我只要把我的手機擺橫的 後面的電視馬上就會聯動 跟著是變成水平的狀態來操作 而這台電視它是先前年中的時候 在南海來試賣 現在透過CS正式在全球上市 除了全新的Zero 讓各國媒體都想動手玩玩看 排隊排了一圈又一圈 其他各產品線也增加尺寸機種 讓消費者有更多選擇 不過說到更多元的尺寸 一年比一年還要更壯觀的 The World 系列商品 這一次讓你親自動手玩 The World 系列的Micro LED 電視 它可大可小 最大到292 吋的關鍵 是在於它模組化的設計 舉例來說可以看到這台電視 這裡怎麼缺了一大腳 Sorry, Can you help me to fix this one? 可以看到工作人員 把這一塊電視拼接上去之後 就像變魔術一樣 過了兩三秒 馬上就出現了完整的畫面 而且它連這個接縫邊邊都看不到 更有創意的玩法 拼貼在櫥櫃桌椅上 神國Memo或智慧助理 電視不再只是客廳的配角 Screens Everywhere透過色彩編增 面板的應用 未來生活更加充滿想像 今年除了三星的無邊框 LG預計則將聚焦在 下一代的8K捲軸電視 同時兩者在智慧晶片 影像的降噪與清晰度增強 也都有所著墨 而日本科技大廠Sony 除了8K電視渴望發表在列 高階長官玉琦也將預告 公司在5G手機的佈局 為即將到來的MWC暖身起跑 從CES來看最新的電視 以及面板相關技術 而即打頭針的三星之後呢 接下來還有像是LG Sony等等也會端出 他們最新的產品喔 展覽新聞團隊 也會持一所應的拉斯維亞斯 為您帶來第一首的 CES相關報導